看这个体积较小的水中机器人,虽然没有机械的运转部件,仍然可以行走、滚动和运输货物,这个只有一公分大小的软体组织机器人是由西北大学的研究人员所发明的。 机器人不需要电力、液压或任何的复杂硬体,取而代之的是,它的组织被注入了一个依靠着光能启动的镍金属骨架,机器人能够沿着磁场的方向移动,并且可以以人行走的速度爬坡和载运物资。 更厉害的是,它甚至还能用跳霹雳舞的方式来释放被卡住的微小粒子,这个机器人的发明者想象这种新科技为人们所带来的贡献,像是在狭窄的空间里有移动的能力,就可以运用再将微小的细胞运送到特定的组织上。 澳大利亚的海滩上最近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由于多日恶劣的天气,造成海岸边堆积了大量超过一公尺高的海水泡沫。 当地的一名新闻记者正在现场直播时,刚好有一只狗被淹没在海水泡沫中,好心的记者马上帮忙狗主人一起寻找这只名为Hazel的小狗,最后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Hazel被人从泡沫中给救出来, 安全地回到主人的身边。东西文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导。